凯撒的,亦或是天主的呢? 这两个问题,可以说是我们两种论述人,判断人的方式。 究竟是归于凯撒的,亦或是归于天主的呢? 这是两种我们问一些终极问题的方式。 我们人在这个世界,总有这两种身份,特别为我们基督徒。 凯撒的,凯撒在今天的福音里面,就是用那个德纳来说,耶稣来说。 上面那个是什么?凯撒,是皇帝, 成立了枢,是皇帝,是皇帝,是皇帝。 这些国家在美国时代表了相信, 这些国家在美国之后,哪些国家在美国之后呢? 这个国家在美国之后,原来是国家在美国之后, 他主要是国家在美国之后, 那些国家在美国之后, 这些国家在美国之后, 在美国之后, 所有政治的立场 对权力的看法 对经济应该怎么看 这些是海撒的观点 这些是属于海撒的东西 地上的东西 究竟我们是不是属于海撒的呢 还是我们是属于天主的呢 对我们叫图 这两个是我们问一些 很终极的问题的方式 可能有些人说 我什么都不属于 问我属于哪个 我属于我自己 属于我自己 但是这个自己是什么呢 你可不可以不在这个世界 你可不可以不受权力 不受金钱 不受自己是谁 经过这些问题所影响呢 或者有些人说 到最后我不让任何东西判断 留回历史去看我 看看将来历史怎么判断我 很伟大 很豪气的这句话 不过有些人会被判断你 有多少个人的名字 会留得低在历史上 被历史判断你 那些人会被判断你 那些都是人从各种权力的张力里面 这些人的观点来将你论述 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 我们有这两种身份 我们一方面 是天主的子女 我们归于天主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无可避免在这个地上生活 我们要用天主子女的身份 观点来去处理 权力的问题 政治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我们两面都好像是 是啊 我们自己都有些政治立场 我们每个人自己都有一种 对权力的看法 我们自己都牵涉到很多财务的问题里面 我们都会用政治金钱这些方式 来看人 评论第二个人 用这些世上的政治观点 来点评这个那个 人家也都会这样看我们的 人家都会用各种的政治权力的观点 来去判断论述 我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都走不掉 不过这些都是人的观点 作为天主的子女 我们有另一个看义的方式 或者被论述 被判断的方式 就是从天主的角度看 到最后 终极的问题 是问 究竟天主怎么看我 如果我是天主的子女 我觉得自己是天主的子女 或者我重视这个身份 我觉得自己是属于天主 我到最后 是归天主去裁决 天主去判断 那这个视野可以很不同 或者在我们无可避免的现世的政治 金钱的争斗 张力 纷争里面 可能我们会有多少少的自由 都不一定 因为我们属于天主 归于天主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被这些东西停住 我们真的要求主 给我们这份智慧 以及我们要重拾 这种天主子女的自由才行 教会 我们作为天主的子女 是教会的一部分 我们教会的组成 就是天主的子民 就是天主的子女 教会作为一个有型的组织 有着各种的典章制度 有各种的教议 有各种的奋斗 人总可以拿着这些教议 奋斗经文 我们去评论 裁决 第二个人 我们都很多时候听到 我们都可以被人 用这些教议 奋斗来评论 但是这些教议 这些教议 这些奋斗 都是被人拿来论述 如何去解读呢 也都有很多人的观点 在里面 特别在现在这些 那么多争议的时代 都难免滲入种种的 海撒的观点 在里面 也有很多人的观点 沉入了各种政治经济 和权力有关的观点 在里面 因为我们无可避免 在这个世界生活 无可避免受这个世界影响 这是在现世做天与子女的一个很大的考验 我们既不可能飘飘然地在半空中生活 但是也很容易迷失在这个世界的这种争议里面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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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 在教会里面 我们彼此不要忘记 我们彼此是弟兄姊妹来的 当我们用这些教议 或者用这些 奋斗去论述 其他人 这些人 这些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 裁决其他人 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人的观点 用人的方式去解读天主的说话 到最后 如果我们真的觉得自己是属于天主的人 我们就只是归于天主的裁决 只是归于天主的论述我们 到最后问的是天主怎么看我们 在教会里面 我们彼此之间只是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如何相处 圣言 有教导我们 我们彼此之间 既是弟兄姊妹 师父只有一个 我们到最后 归于这个天上的师父 由他去裁决 由他去论述 到最后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 天主怎么看我 这个世界上 任何的弟兄姊妹 都不可能代表了天主 说他有天主的观点 有天主的尺 来到量任何一个弟兄姊妹 这些是我们要小心的 我们无可避免受这个世界的情绪 受这个世界的现况牵动我们的内心 但是或者每日我们在圣言里面 我们可以让有机会让圣言去正化我们的私言行为 很想搞清楚我们在这个现世 我们的身份在哪里 到最后我们给哪一个去论述 用哪一个观点去评论 就求主给我们这份智慧 在现世能够分清楚海撒 和哪些是天主的方式 而他又不够有这份勇气去跟随天主 优优独播剧 神经理 感谢观看